见忠不解没关系 只要你真心 真干完全不知道 无所谓 到极乐世界就知道 它跟其他种不一样 其他种不解心就难 一定是依照清良大师所讲的四个顺序 信 解 行 证 这是普通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信 解 行 证 敬宗法门不是的 它把心本在底 你进门就叫你娘弥陀佛 一心成年 能解更好 什么人需要解呢 对尽忠有怀疑需要解 因为解帮助你 断一身心 它用于这实体 真性了 解不解没关系 我真心 真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我念佛肯定阿弥陀佛来 接我往生 就这就行 他就决定得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自然就开悟了 所以尽忠的解形是放在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尽忠什么人需要解呢 红法的需要解 你因为红法了 有很多人怀疑 你不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他不相信 所以这个解不是自己的问题 帮助别人 这个道理要懂 可是 解得越深 你的信心越坚定 你的怨心越恳切 他肯定帮助你 在极乐世界 提升品位 这是肯定的 如果真正把阿弥陀佛那份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对这个世界 用心不一样 为什么 全放下了 你的心情 跟自信 全相应 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 实报 庄严图 不是 方便图 不是 从事图 那是 我们的理议心不乱 跟禅宗 民心兼心 大吃大悟 同一个境界 所以 有缘分解 还是 应该学习 对我们有极大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忙